大家好 我是家喻的媽媽 對 那我從彰化過來的 彰化是一個很淑福的鄉下地方 那我在20年前自己經營了一家補習班 那家喻的爸爸自己開了一家投資公司 原本我的想法 我一直以來的想法都是希望說 我可以把我的事業或者是爸爸的事業 直接傳承給我的孩子 對 那我在家喻三四年級的時候 其實我就知道他想要做的工作 是做主播的工作 可是我自己心裡面的想法 我會覺得主播薪水又少 然後又累 然後我覺得我的工作薪水又多又輕鬆 然後又是家主的事業 所以我一直以來我都告訴家喻說 你就按照一般的程序這樣子走 那你的未來媽媽也都幫你安排好了 可是我很訝異的是他在前一段時間 他自己主動告訴我說媽媽 我想要報名主播營 我當下的時候我第一句話告訴他 你還沒有放棄你的夢想嗎 對 然後今天來參加的這個活動 我聽到了他又再一次講了 他的夢想是主播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對 我以後不會叫他去接家族事業 我會希望他做快樂的自己 對 然後做有自信的自己 然後未來的人生是更美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